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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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到我凡介紹美食的時候 今天去哪? 澳海城一旗 適逢今早有些事情要在這邊搞 過了一旗這邊 剛剛走過就看到一間酒樓 幾好 十二點前就有這個 點心大中小點 一律二十八元 進去坐下再說 現在差不多十二點 時間不多 看看叫什麼食物 和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裏 唐心軒 南王 早茶九點至十二點 下午茶兩點後入座 進去坐下再說 進去坐下 進去坐下 這間唐心軒 早茶時間 大中小點都是二十八元 茶位每位十八元 小點二十六 中點三十七 大點四十三 特點四十七 頂點五十三 廚點六十五 另外早茶也有些特價點心優惠 還有一張叫小食 十二點前賣單就可以有這個優惠 今天我們很早 九點多就來了 我們現在先吃東西 叫了一些食物 不對 現在已經收到十二點了 所以我們要盡快 叫完食物 現在再和大家慢慢聊 一開始說說這個優惠點心 這個是早上九點至十一點半供應 價錢是三十八元 潮州粉果拼蝦餃 當然就是兩粒蝦餃 兩粒粉果 首先我先說蝦餃 蝦餃來說 這個餡裡蝦是很爽口的 調味也不差 不過真的很乾身 我吃下去好像蒸乾了 好像乾蒸牛肉那樣 另外那個皮真的比較黏 我覺得粉太多 水不太夠 所以我覺得好像黏黏黏的感覺 所以這個比較一般 至於粉果 由老婆說 接下來就介紹潮州粉果 本身是有兩粒 我試了一粒 拿到上桌的時候 大小跟剛才那粒蝦餃差不多 這個皮 它這次真的是平時我們吃到的 潮州粉果那種皮 不過它比起我平時在街買的 潮州粉果 或者在第二間茶樓 吃到的潮州粉果 外皮更加軟糯 和非常黏厚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剛才我這個粉果 是放在邊皮位的 我一剪的時候 某部分粉果皮 就放到龍邊 看到龍邊有些粉果皮的漬 它立刻黏住了 我隨即就要用筷子 硬撞開它 所以我覺得這個粉果皮的黏糯程度 是十分之厲害 和夾到碗裡吃的時候 是有點困難度的 因為被筷子已經黏住了 躺在碗裡是有點吃力的 要用匙羹幫幫忙 說餡料 餡料方面它有正常的沙角 蝦米 甜菜譜 韭菜 和花生 所有的唐芹 芫荽 或者其他配料就沒有了 味道是不錯的 尤其是蝦米 很香 很濃味 和軟爛到適中 花生方面很特別 這裡只有兩顆花生 我剛才試的潮州粉果 有八顆花生 沙角的份量很正常 但起碼有五六顆 看上去最少 我剛才那顆只有三顆沙角 蝦米方面 這裡有兩大隻 有一部分是碎開 但我剛才是一隻完整的都沒有 它只有一點蝦米碎 我想是這一隻的十分之一 其他地方都沒有蝦米 不過我都吃得出去的蝦米是很優質 還有要賺一賺它的韭菜 韭菜很好吃 因為韭菜的香濃味 它都可以保持到 而且很脆口 除了沙角是脆口 韭菜居然都脆口 加上甜菜脯 簡直一流 其實調味方面 和餡料都放得很豐富 唯獨是皮 它就不是厚 不過黏的程度 十分之厲害 這個如果給我單點選擇 我都不會選擇 鮮蝦炸雲吞 接著說的是鮮蝦炸雲吞 其實我們本身想點蜂蝦排骨飯 不過它沒有 我們就轉了鮮蝦炸雲吞 和一個薄餐 屬於大點28元 也屬於優惠點心 這碟有三隻 碧油的功夫做得很好 而且很夠脆 我咬一片給你們聽聽有多脆 相信大家聽到有多震撼 而且看看碟底 油不太多 最欣賞的是什麼呢 這個酸甜汁 如果你說炸雲吞沒有了酸甜汁 我告訴你 簡直完全沒有了靈魂 而這個有酸甜汁 我覺得酸甜汁的調味也調得很好 所以真的認真不錯 加上這隻蝦不算質素太差 你說是不是很好 脆脆脆脆 不是 但起碼不是梅特朵 有雪味 放了很久有些油溢味 完全沒有的 這個我覺得 雖然這碟東西是貴一點 早茶來說也要28元 但也值得叫 接著說說這個乾蒸燒賣2粒 加乾蒸牛肉2粒 價錢28元 來到的時候 新鮮滾熱辣出煙 首先我先說燒賣 燒賣 燒賣來說 它是屬於剁肉與切肉之間 但裡面也是那句 跟剛才那隻蝦狗一樣 比較乾身 感覺上吃下去 好像很黏口 不知為何這東西 好像沒有油水 是完全乾燥燥的感覺 蝦很爽口大牙 這東西是值得欣賞的 再加上它蒸得很乾 你看看浸皮 完全不是濕淋淋的 另外 蟹子也放得夠多 不是過了 咬下去 還有一點脆 另外那個乾蒸牛肉 一一老婆再說 第二龍點心 我也是叫了雙瓶 剛才剛介紹完乾蒸燒賣2粒 現在在鏡頭面前 只剩下乾蒸牛肉燒賣 固然之我當然是吃了一粒 原本也是有兩粒的 拿到上桌的時候 居然燒賣和乾蒸牛肉燒賣 是差不多大小 很難得 平時應該是燒賣大粒一點 因為面頭可能鋪了些蝦仁 冬菇和蟹子 就比較飽滿一些 突出一些 而乾蒸牛肉燒賣 一向蒸完都會有發脹的情況之下 隨著溫度降低 它就會輕輕縮水 現在都不是縮得太厲害 所以也有剛才燒賣的大粒 我試過一粒牛肉味不夠濃 而且軟軟滑 如果喜歡吃蛋牙口感的網友 就可能未必適合你吃 不過它的調味真的不錯 本身已經感受到牛肉味 都很濃郁 而且我剛才吃的粒 第一口感受到有果皮味和芫茜的味 第二口感受到有馬蹄 反而蔥粒的味道不突出 但我剛才用筷子擦開這粒的時候 看到蔥白的位置放了很多 芫茜也放得多 剛好有些蔥白的部分 放在我的筷子上 放進口裡試一試 蔥白的味道很濃郁 所以如果吃這粒就更加享受 因為它剛剛拿到蔥粒、芫茜、果皮和馬蹄 四樣的味道混合一齊 所以好搭配之餘 還有牛肉味不夠濃 還要熱和冷一起吃 應該非常享受 蒸完出來的效果也不錯 因為它本身的皮都沒有任何損破 所以只說賣相和味道都一流 最後它也是附切了一碟中式杰汁 很棒 一粒可以忍點不生氣 還有多少 沙茶蒸魚唇 價錢是$43 價錢真的頗為貴 但如果想深一層 魚唇不是牛筋 魚唇的價錢會比較貴 魚唇當然不是花膠的吸收 好啊記住 這些不是花膠 這些是病價的食物 魚唇它泡得很好 雖然你說見口真的賣得少 這麼小碟 你賣得多少呢 但製作過程都普遍複雜 另外沙茶醬來說 我覺得不太夠味道 老婆就說OK 味道很濃郁 但我覺得比較淡 所以我們兩個口味是有些不同的 稍後我給她說兩句 看看她的形容是怎樣 我吃了一塊 剛剛在芋頭的底部 紮住了 有一部分在芋頭的底部 比較淡 而芋頭的底部紮住 它就比較濃味 即是我由淡味開始吃 它就越吃越濃 但你問是不是 好像平時那些 炆牛筋 牛腩 那麼誇張的濃味 就不是 但吃得出 好像這一部分 暴露了在空氣 就應該是淡味一點的 而在底部 如果有東西紮住 就比較濃味一點 就是這樣 這個我希望她用沙茶 牛肉炒河的沙茶醬 我覺得會好吃很多 這個話 你問我不是不好吃 但價錢相對是貴的 早茶來說 都要43元 是真的挺貴的 而且質地 這個是比牛筋軟一點 還有咬下去的骨膠原 很厲害 不止牛筋 而這個骨膠原 黏口度是挺厲害的 最後 芋頭當然由我說 因為她不會試 芋頭這裡蒸得不錯 因為本身芋頭 如果蒸得太熟太軟 一夾就散開那些 我就不喜歡吃 這裡起碼蒸完之後 還有那個形態 夾起來和吃起來 不會立即變成粉綿狀態 不會一會就懶了 這裡雖然給了3-4條 但每條的厚度 都不是切得很誇張 大概是1cm左右 長度就1寸多些 吃起來都可以接受 相信這碟芋頭 我都會KO 這碟是櫻花蝦煎薄餐 屬於大點 價錢28元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她是屬於優惠點心其中一行 非常之抵食 所以原價是43元 現在優惠點心價錢就28元 拿到上桌的時候 買相 我第一眼不是看這碟 櫻花蝦煎薄餐 我是看到旁邊桌 吃櫻花蝦煎薄餐 我看到她的材料非常豐富 雖然不是很大碟 也不是切得很大件 但材料分佈的位置都滿滿 而且看到旁邊桌的薄餐厚度 很適合我心意 因為我很怕吃厚的薄餐 好像吃得很飽 沒什麼胃口吃其他碟芋 反而這道細細件和薄切切就適合我了 煎完的效果也相當滿意 其實也有很多焦香位 不過是邊皮位如果再煎多一點時間 比較焦香一點 我就更加滿意了 其實咬下去 每一塊啡色的位置都很脆口 主要的材料都是韭菜 櫻花蝦和菜脯 菜脯帶一點甜味 不是很鹹的那種 吃起來其實菜脯的位置 我不是很感受到 反而最突出的味道是韭菜和櫻花蝦 很香很濃味 配薄餐帶給你看 也有一點焦香位 油光感也有一點 不過吃進口的時候就不多覺 唯獨是除了以上的問題之外 還有中間的位置 又是煎得不夠久 所以它是比較軟軟一點 看見到嗎 然後它已經幫我們預早切開的位置 夾一塊都有點吃力 因為它中間就會黏在一起 切完之後會有點不太完整 好像是爛溶溶的狀態 如果煎的時候 在中間的位置再辣焦香一點 它會比較挺身 吃進口的時候就會覺得 嘩!好像薯片一樣 很脆口 很完整一塊放進口 滑滑的聲音 這樣就很棒了 這個是粟米魚肚粥 價錢48元 說真的,這碗粥不是很大碗 來到的時候 看到它是有點顏色的 即是煮的時候 它不是直接淋下去 真正正的 連在一起煮 大家可以看到 是否有很多瘦肉絲 和很多雞肉的感覺 錯了! 它全部都是魚肚 真的是粟米魚肚羹的魚肚 只是說魚肚爆過 粟米來說也很甜 粥底來說 給大家看看 它也比較稠一點 這些老婆未必喜歡吃 因為老婆喜歡吃稀少少的粥 但是這個呢 因為它的調味調得很好 它不是有些鹹味在裡面 或者不是加了一些雞粉 它真的吃得到粟米的味道 和魚肚本身沒有味 但是粟米的甜味夠 加上它調了少少的味道 所以這個粥 雖然收你48元 但是我覺得 又不算太差 總算叫做吃得下 都認真值得吃 因為說真的,魚肚很貴 好,來個美人招鏡 食物都吃完了 接著就說說最後總食評 可能回家再說 因為不想妨礙別人 十二點前要交台 現在都五十多分 我可能回去再說 好,趁有時間就說最後總食評 這間唐心軒在澳海城 早茶的點心質素 未去到說我想轉中國模式 價錢來說 你說貴又不算貴 我叫了六樣東西 早茶都是274元 茶錢又貴一點 18元一位 都算算貴的 因為早茶很多時候會便宜 這裏就不是的 都可為不貴 今天你說我欣賞的食物 也有的 譬如那個粟米魚肚粥 那個粥想不到 雖然雖然細碗一點 但想不到味道是不差 這裏裏面位置 位置不是太多 冷氣就算坐到房間 也很充足很舒服 服務員也很好 禮貌很好 但你問我 這裏下午來不來吃 我想還有很多選擇 因為這裏價錢 如果下午就驚人 我想隨時幾樣東西都 約4-5個 所以我未必會選擇 下午就來吃 下午茶可能會 其餘夜蛋老婆說說 今天除了粥好吃之外 我也要推介乾蒸牛肉燒賣 雖然拼了兩粒乾蒸燒賣 就普普通通了 但是蝦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牛肉真的做得很出色 因為牛肉味不夠濃 很多時候吃乾蒸牛肉是沒有果皮味 這裏果皮和芫荽的味道都非常突出 第二粒還要蔥白的位置落得很多 所以蔥粒的味道也很突出 馬蹄也不孤寒 放了很多細小粒的馬蹄在裏面 咬下去真是爽爽腥的 整體上我覺得這隻龍點心相當不錯 而且這裏有很多特色的點心和小食 剛才我睬一睬眼看到有家鄉銀針粉 還有潮式涼瓜排骨 懷舊蝦多士 另外有鎮鋼排骨 這些真是很少地方有 還有點心是別的 野菌海參餃 還有其他款式的點心也很特別 蟹肉水晶餃 還有沙律明蝦角 這些都是我平時一看到就馬上點的 但是今天我們是吃了兩次早餐 因為今天我們來澳海城一期是有些事情做的 所以見到居然有唐心軒 不妨來這裏再試吃第二餐早餐 帆哥就說我有點飽 是嗎? 是啊,真的有點飽 吃完早餐沒多久有吃早餐 下午都不知道還吃不吃 現在再想想想吧 還有我想說這裏我最欣賞的是炸雲吞的酸甜汁 這裏是值得加分的 很多地方是雞醬的 這裏是蠔有客 剛才的魚唇 其實吃下去的油膩感一點都沒有 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好 只是說甲魚唇這方面 不是說沙茶醬 是覺得蒸完出來的效果的點心 不會太肥膩 還有芋頭剛才就讚了 另外我覺得它的材料 粉那方面都落得非常之好 是皮膚黏了一點 整體上其實如果有下一次機會再來試 我都會試其他點心和小吃 這裏都蠻特別的 只是將餐單看見我都暫先 來說還未看得完 因為剛才的時間比較緊迫 我們超過11點才進來 所以叫幾龍點心就算了 我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喜歡看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下次再找我下一間介紹給你 拜拜